姑娘 请进第一题 《水浒传》之中 三个有108将 有三将为女性 这三个女性分别是 不知道 你好歹说过一个 姑娘当时只看男性吧 初点数学的题是吗 数学的题 数学的题我不算成呢 初点的题我也不算成 来一个上线 姑娘知道这球的体积共识是什么 三分之四快二的地方 好了 就问一个数学 对 已经是我们的上线 方案发起 那该问姑娘 这老子为春兴时代 写过一本 童子为春兴时代写过一本书 书名叫什么 文语 文语是他弟子写的 写了本童子 童子写的书名叫童子 童子为春兴时代写了一本书 那本书名叫 就是春兴 最大春兴 再听第三题 再多一次机会 世界上最大的金字塔 胡夫金字塔 你们埋着谁呢 埃及法老叫什么名字呢 叫胡夫 答对了 胡夫金字塔里面埋着胡夫 现在几队了 现在两队 两队 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问姑娘一个常识 这老婆古代四大发明都有什么 这个很常见 印刷术 火药 指南针 赵子宋 赵子宋 你怎么对你的答有歧义啊 没有 没有就答对了 那好姑娘 说你给一杯小咖啡 送我咖啡和OFEN 来 二位往前换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回去终于屁一下 感谢啊